3月5日,吴奇隆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了一座美食和美景的照片,并配吻春日滋补正当时。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,吴奇隆筛出的美食荤素搭配十分均衡,清淡的米粥,滋补鲜美的鸡汤,再配上种类丰富的水果,看起来十分诱人可好。 有网友猜测,这样营养均衡的餐品,是否是为刘诗师准备的孕妇餐呢? 尤其是图二的鸡汤还架在锅上,也得网友纷纷猜测,这顿孕妇餐是不是四爷心刺下厨做的,真是甜心的好老公,好买爸。 除了美食之外,美景也十分吸引人。 绿草如荫,精力吉祥,想必是写下时间在刘诗师去户外游玩的时候拍下的。 无奇隆与刘诗师因古装剧步步进行结缘,作为娱乐圈的模范夫妻之一,虽然二人相差17岁,但彼此感情之前你大家也都看在眼里。 然而,因为结婚两年多,一直没有好消息,加之无奇隆的上一段婚姻也没有孩子,因此无奇隆身体有样的传闻,再度被网友翻出。 这个传闻算到现在已有17年之久,这些年,无奇隆遭到了不少诋毁,但始终没有给予回应。 不少网友认为,无奇隆于是沉默,他身体不好的传闻,便于是坐实了。 然而,就在2018年12月,无奇隆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,宣布喜事,我们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,期待家庭的新成员,谢谢大家关心。 刘诗诗也随即回应道,期待,此前关于无奇隆的传闲,也就不公自破了。 怀孕的消息已经公布,大家纷纷送上祝福。 还有细心的网友指出,无奇隆576,刘诗诗,644,等于12月20日,1220,宣宣的日子也似乎蕴含着甜蜜的小心思,表示,自己又隔空吃了一大碗狗粮。 其实,打算什么时候生孩子,是许多娱乐圈夫妻,在各种采访中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,刘诗诗与无奇隆此成功。 是经常被追问,但毕竟这属于夫妻二人的隐私,而且专内工作白忙,还有诸如当期,行程安排之类的考虑,推迟几年养孩子也是正常的,网友们应当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。 如今,刘诗诗已经怀孕七个多月了,她也早已停下了手头的工作,目前正在台湾安心养胎,愿即将到来的小宝贝,能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多的欢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